这是贵妃糕,俗称红糖烤年糕 这个贵妃当然指的是杨贵妃了 云响一场花响戎 春风扶兰,木花浓 猪的文人默克也记载了其风华绝代的容颜 而关于她的美容一世嘛 就有说是吃了这个贵妃糕 关键做法也不难 基本上全口几次搅和就完成了 我用了椰子花糖代替红糖 更适合有简直需求的宝宝 这个宫廷食谱妙就妙在以糯米氛围载体 吃起来软糯香甜 满足了养生和您嘴的双重需求 看,是不是像奶茶一样丝滑 还需要过筛一遍 面糊更加细腻 据说当时贵妃糕的夹心 只有突入翻进过的葡萄干 现在我们可以放各种喜欢的坚果 果实没有烤箱,通常是蒸制的 而用烤箱可以烤出外皮脆 中间软的多重口感 分三次来烤 每一次倒入三分之一面糊 第二次的时候铺上坚果夹心 前两次十分钟的烘烤 用于分层定型 最后一层面糊淋伤 用二十分钟的时间 把表皮烤得焦脆 就有了脆皮年糕 正好马上要过年了 过年吃年糕 寓意年年糕 而这道美容养颜 养生不息的贵妃糕 比普通的年糕 又多了几分故事感 吃一口年糕 导意到旷日长久的意识 吃股人时 讲前人事 这道点心似乎又多了几分 耐人寻味的味道 我们下期再见了